迈入第十年的花莲御衣季 今年因为将军府在做修复工程 活动稍有变化了 要让民众可以穿着御衣来逛商圈 并且在商圈里头设置三个拍照打卡景点 让大家来体验日式人文风情还有商圈的魅力 直起到11月7号 只要参加御衣季的活动 在商圈里头消费有机会可以抽到大奖 迈入第十年的花莲御衣季 在10月17号正式登场 今年特别把活动扩大到商圈当中 民众只要在商圈内消费买300块钱 就可以兑换御衣体验 想象掺着日式御衣 在百年旧城商圈来逛街散步 还有漂亮的拍照打卡景点 让今年的御衣季体验更加有趣 十年来我们商圈 百年来这些商圈办的御衣季活动 往年是在将军府 那因为那边配合太平洋临港计划的修缩 所以封管 我们今年的预计就移到在这个商圈里面 结合民意商圈 那商圈活动呢 我们也希望在地的文化生态 还有百年老街这边的店家 大家一起共同来祥宴 因为今年的全民运的活动 花莲很多的各县市来到花莲 在这个商圈能够共同来参与这样的文化祥宴 那我们社区也配合 等于是说在店家如果消费满三百块五百块 就可以穿合物体验 然后也参加摸财摸奖 然后再三个注点的打卡墙 能够来做这样子的打卡 把相片上传 在粉丝团里面可以做评选 如果是说得到的奖项 第一二三名的话奖项很大 然后呢在消费在店家消费的话 我们配合的店家也有打折的 这样子的配合活动 然后有折抵近五十块 然后店家呢也一样 一响应这个活动 共同一起很积极来参与 百年老街商圈坐落在大宇街 一新街 旧铁道行人徒步区等等 包括了民生社区和民意社区商圈 直起到十一月七号 在商圈内的店家消费 甚至于是拍照打卡上传 就有机会可以抽中三星产品大奖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今年的御医季活动 让不能出国旅游的民众 在花莲市区就能够穿着日式御医 感受日式人文风情 还有商圈魅力 借旅游会欢迎市报道